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的是 警方现在要持续打击诈骗集团 刑事局就追踏到了上亿元的赃款 疑似都是透过地下汇兑 把钱给洗出去 其中一名主贤他相当年轻 才34岁 光是抽了1%到5%的手续费 他的不法获利就上看上千万 原来他开了一家汇兑公司 就看准了有一些物流公司 不是每天都有上百笔的代收代付吗 他就把这些不法的汇兑藏匿在这里面 这过程当中 他就去抽取了手续费以及佣金 每年经手的金流 大概是有整整5亿元 警方就发现了 他的住家里面竟然查扣到了12支名表 这12支名表总价大约是2亿元 那我们来看看 其中有一支最贵的表 竟然就要价2400万台币 甚至他一个月就花了15万 在信义区的豪宅当作他的据点 沿着蜿蜒山路 竹起整排的透天措 除了环境清幽 地点就在台北市新医区 精华地段的边陲 光是每个月的租金 就要15万元 祖先大手笔租下豪宅 当地下汇兑据点 每年经手的洗钱金额 就高达5亿新台币 但数大招风 警方破门攻坚 在现场查扣1000多万元现金 更惊人的是一字排开的名表 每支都至少破百万 还有破千万的 除了相有36颗彩钻的 劳力士彩虹迪通纳 排卖行情标出快三倍 直逼千万元的高价 另外不乏有百达斐利和艾比 光理查德米勒 就有7支 总价值大约2亿元 其中这一款全球150支的限定版 碳纤维堆叠表冠机械杆设计 表面透视表新齿轮 还有非凡计时 建议售价600多万元 表圈炒到2400万元 不难看出主嫌是品牌的爱好者 之前会找地下的是比银行便宜 后来他路整个盐打封起来 一开始两边汇率加起来 对差还可以 后来汇率都比银行还要高了 很多台商很急 想要把钱弄回来 还是只能找他们没有办法 34岁的林姓主嫌 地下汇队主打可以换 中国人民币和港币 光抽1%到5的手续费 一年就移转5亿元新台币的金额 透过物流公司这种 代说代付 多比且复杂的交易基础这种特性 来掩护他的地下通费的金流 洗钱集团为了讲求效率 还规定客户按照范本提供资料 但金流过于庞大 只包不住火 躲不过警方的溯源追查 我是李一文 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 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 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